嘿大家好,我是艾爾文 歡迎回到艾爾文的生活紀錄頻道 今天是開箱與評測時間 電動牙刷 我相信已經有很多人在用了 但是應該還是有一些人可能因為價位或者是其他的原因 遲遲沒有入手 那如果說你是因為價位的話 那我們今天要來開箱與評測的這一款 高露鞋的3D音波震動電動牙刷 價格非常好入手 只要649塊 高露鞋是非常知名的牙膏跟牙刷品牌 這個我想大家應該都認識 但是我們今天要來看的是高露鞋的電動牙刷 我覺得他們非常的聰明 他們走高CP尺路線 那既然我們已經提到的價錢 就先來跟大家說一下 這一款它的原價是649塊 特價是599塊 不到600塊 相較於市面上其他的要價幾千元的電動牙刷 這個價位確實是令人心動 也會是新手入手的一個好機會 但是便宜歸便宜 我們還是要來進行評測 才知道它到底值不值得買 首先我們先來進行開箱 這一個是產品的包裝 外面特別標明的它是3D音波震動 全方位清除牙菌般的牙刷 它還有標榜卓越的牙菌般去除效能 纖細的刷毛 可替換的刷頭 也就是說它不是一次性使用的產品 和兩分鐘的定時 打開盒子之後你就會看到電動牙刷本尊 也附了兩顆4號電池 你可以使用一般的電池 如果說你今天剛好出差或者是旅行的時候 在外面剛好沒有電了 你只要去便利商店購買電池來更換就可以了 產品的外表走的是簡約的風格 機身是白色的 上面只有一顆紅色的按鈕 控制開關 刷頭的部分就還蠻講究的 有舊紙清潔的這個刷尖 杯狀去脂軟膠 裡面綠色的這個就是生結刷毛 還有它的背面是科技清潔舌頭使用的軟膠 整個牙刷的重量 包含電池只有60公克 非常非常的輕便 這個牙刷主打3D 全方位清除牙菌斑 每分鐘有2萬次的多角度音波震動 我想這個價位在電動牙刷裡面 規格算是非常高的了 那牙刷主要的功能就是要去除牙菌斑嘛 那我們今天就來測試看看 嗨各位 我們現在就要來進行實驗 我特別去買了牙菌斑顯示錠 它會把牙齒表面的牙菌斑染紅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牙菌斑在你的牙齒上面 我第一次用感覺有點恐怖 而且為了這個實驗 我今天一整天都沒有刷牙 也沒有漱口 對了 有一個提醒事項 就是如果你要使用這種牙菌斑顯示錠 因為它有色素嘛 所以你記得要穿深色的衣服 要不然就不要穿 因為如果用到衣服的話 很難洗 我也只是聽說啦 我們今天就拿一顆來試試看 它就長這個樣子 這是一個紅色的小藥丸 GO 我真的有點緊張 應該可以了吧 準備好了嗎 好可怕喔 對了 我牙齒很亂 所以請大家不要介意 一切都是為了實驗 像我牙齒上面被軟紅的地方 就是有牙菌斑的地方 有一些成年老舊的牙菌斑 就會顯得特別的紅 我真的是為了實驗好犧牲喔 我牙齒真的很亂 好 那我們現在就拿這個牙刷 來刷牙 連蛇頭都紅了 連蛇頭都紅了 好 起點牙膏在上面 好 いただきます 欸 我把牙菌斑顯示釘都給刷掉了 所以我現在應該要再咬多一顆 來看一下還有沒有牙菌斑 殘留在上面 第二顆紅色小藥丸 來囉 讓我們來看一下 它刷得夠不夠乾淨 怎麼樣 欸 沒有剛剛那麼紅了欸 我已經剛剛又再咬多一顆了 還有一顆 欸 還不錯 所以評測實驗過關 透過剛剛的實驗 我想大家可以看得到 它的清潔效果確實是還蠻不錯的 那如果說要給這個電動牙刷一些建議的話 我會建議高洛杰可以設定定時 就是每30秒之間稍微停頓一下 讓我們知道說它可以換到下一個部位去了 那另外如果說可以再附上一個簡便的外殼 好讓我們帶出門的時候 不會弄壞上面這個細小的刷毛 我覺得會更加分 因為畢竟它真的非常的輕巧 很適合帶出門使用 如果說有這樣子的保護 我真心的覺得會加分很多 但是考慮到它的價格只有649塊 優惠的時候還不到600塊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可以接受的 所以總的來說 輕便便 刷得乾淨 全機身防水 我覺得這是一個CP值非常高的電動牙刷 適合新手入手 如果你是新手的話 可以考慮看這一款電動牙刷 我是艾爾文 我們下一次影片見 掰